2013年10月6日 达宏法师追思会 达宏法师1937年出生 与慈敬结缘 源自于台中佛教会馆的达宴法师 他与上人的俗家母亲 王沈岳贵女士是公职关系 1970年2月同行花莲 参与建思经社动力发放 认同慈悲济世理念 开始在中区劝募 到法人书我就想说 他这样也是很苦 也没有人帮忙不行 我不管他是我的什么人 反正他在做的事是健康 我就自己做 1976年建立香云经社 是慈敬在中区第一个慈善据点 每个月举办平户发放 职工定期聚会共修文法 直到1986年8月 民权录会所完工 功成身退 2013年9月19号 在吉兆兰若元吉 26号 宜邻台中联心堂 百位职工恭送场面庄严 1995年10月6号 上人带领各职业体主管 及三位副总执行长 前往台东路野 梁亭夏回首当年 那当中都要走的 没做丹麦加路 都是那些骨车路 做头都抗抗抗抗抗 两个人很浪败 1964年尚未出家的上人 与修道法师为求佛法 离家来到陆野 昆池堂 王母庙 就是上人短暂修行的地方 那时候他还很年轻 算说等两个头长尾 但是该破细 该朴素 也该客气 他很节俭 他会采一些野菜 或是高山踏灰 上人行脚 行进台东 必定来此寻根 不忘出发心 1991年10月6号 爱兴池园中国大陆 华东水患 1991年5、6月期间 中国大陆华东地区 有18个省发生严重水患 受灾民众至少2亿2千万人 7月15号 上人行脚彰化 首次公开宣布 援助大陆水患受灾民众 自此 慈激正式启动震灾 成立捐款专户 隔天 慈激道旅 在头版下方 大篇幅看灯 援助水患启示 呼吁人人爱心响应 全台爱心大动员 本日高雄志工在大同百货 举办爱心意卖 台中大甲志工 则是透过联谊茶会 莫心莫爱 爱心活动 一场接一场 老若妇孺真的是哭不堪 我们很不忍心 的确是很尖极寸寸不 就是难难行 可是难行也得行 总是观观难过 观观过 用爱援助华东水患 从灌灾到物资发放 到大爱住房的原件 此际赈灾团前后出动10T次 让三省四县63社区 共3107住户 安生又安心 2021年辅父年有明天 三省四县63社区 未来